監視器拍下親子農場裡 一大群小朋友從魚池返回燒烤區 要吃東西 突然間 一名三歲大的男童 遭到一旁顧客的狗狗給咬了 當場倒地大聲痛哭 這次發生在昨天傍晚 男童跟家人到親子農場餐廳遊玩 慘遭一旁顧客的狗狗咬傷 大腿上有明顯咬痕 把媽媽擠壞了 還好救護人員到場之後 緊急為男童包紮送醫救治 媽媽怒控四族 沒有管好自家的狗 還想大肆化笑 真的是氣炸了